我讲百家讲坛的时候 中国的文物知识和收藏 都没有兴起 所以我必须按照传统的说法去讲 我当时很清晰的知道 君瑶宋盖是没有的 但我们研习一个旧的方法 让你先进门 慢慢再引导你 不是这么说 不是这个意思 这跟学语言什么都是一样的 我们最初学语言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比如我举个例子 你学语言第一句话中国话 你教外国人说你先学谢谢 第二句话要学不客气 否定这件事您客气了呗 但是当你流利的掌握这门语言的时候 人家说谢谢 你可以说客气 把那不字去掉 如果一开始 您就教外国人说 您说谢谢 他说客气 他就晕了 所以一开始呢 要顺着这种常规的说法去说 所以我当时也说宋代武达民谣 我们今天怎么说呢 说中国古代武达民谣 过去认为啊 官君瑶啊 是北宋时期烧造的 与宋徽宗的花石缸 更越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不是养花的花盆吗 其实那花石缸不是那意思 是那特的个儿的啊 特的个儿啊 那个台湖石啊 这个所谓缸就是一组啊 但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推测 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文献 也没有考古发现 没有证据 这是一个传说 宋代有没有君瑶呢 我认为没有 那我怎么认为呢 我告诉你 建国以来 所有宋代墓葬的正式考古中 一件君瑶没有出土过 没有发现过 证据不支持这件事 你传说没有用 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这个北宋 就君瑶的北宋的说法呢 就逐渐被明白人怀疑 谁先怀疑这件事呢 还真不是我们自个儿 我们自个儿人不怎么怀疑 最初是日本人 日本学者呢 就指出 说这个君瑶啊 肯定不是属于北宋 始于金代 那这个说法 你这个日本人说了不算负 这谣是咱烧的呀 所以咱就不认日本人这说法 尽管这说法到今天也 八九十年了 但是咱不认 又过了三十年啊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美国学者就开始说了 在离国乱 说这也不是金代的 是元代的 那我们就更不听美国人呢 但我们认为你美国人 还不如日本人呢 日本人好在还认俩汉字呢 您那汉字都不认呢 所以这美国人说了也没人听 那么再后来呢 又有学者说啊 英国学者又说 这东西是元末明初的 后来就说是明初的 明早期的 到今天呢 没有统一的定论 我们自己还要坚持啊 我们的故宫博物院 还要坚持是北宋说 那在西方的重要的拍卖图路上 苏富比加什德早已定为是明初 那么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时候了呢 其实啊 从逻辑角度 从政绩学角度 这个东西是明初的 基本上成为定论啊 你比如我就认为 这东西就是明初的 因为明初有很多其他词器 比如清华词器 是可以跟他啊 类推的 造型是一样的 本来军瑶呢 他这个说法就是很晚 他非常晚啊 就是 宋代五大名谣这说法啊 是清代人的事 这个晚明的时候呢 这个由于文人呢 这个写文章多事嘛 品评嘛 这个军瑶呢 才进入了中国古代名谣 他跟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月谣啊 行谣啊 定谣啊 汝谣啊 这些都不一样 这些在唐宋时期都有文献记载 但军瑶在这个唐 甭说唐 就是宋代也没有 元代也没有 一直到了明代晚期才开始有这个字眼 所以在明代晚期之前的所有的文献记录中 没有军瑶这名 你比如啊 我们知道这个成书是明初的 宏武21年的曹昭写的啊 《格谷妖论》 这是所有人研究中国陶瓷必读的书 这书呢 是记载中国历史上啊 词谣的一个最多的一部著作 他记载了有多少个词谣呢 有14个词谣 这14个词谣里 其中都包括了跟我们都不怎么贴边的高丽谣 就是朝鲜的啊 韩国的 那上面都没有军瑶的名字 这是明初的事 明中呢 有个人叫王佐啊 就增补了这本书《格谷妖论》 那么他列举的16个 又增加了一些内容中呢 也没有军瑶的这个名 可见 军瑶这个称谓 在明初明中啊 都非常的不流行 至少是文献中不见 那么 明末怎么出现了呢 诶 明末呢 这种词器呢 就传入到了民间 民间人见了以后呢 就开始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根据当时 因为明末到明初之间呢 毕竟只隔200年啊 所以相对时间比较近 基于什么原因 被定为了军阳呢 我们不清楚 但是明末的这个文献中 已经有军瑶这个词汇了 我们传世的这个军瑶中啊 主要就是花器 花器 那么 在上世纪啊 1974年啊 75年啊 到2001年 2002年时候 都对这个瑶旨进行过一些挖掘 特别是这个 2004年啊 出土了一大批呢 叫扇隐器 扇隐器 存储器啊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厨房用的 就比如碗檀呢 斩杯啊 啊 还有壶啊 这个壶呢 是方流的 你说什么叫方流 这壶嘴是方的 不是圆的啊 他跟早期当时 景德镇出的瓷的壶 和金属的壶啊 你比如梁庄王墓 出土那个黄金的壶 都这个造型 所以一看这种壶 就是永乐时期啊 下线也就到正统左右 就没了 所以这些资料和造型呢 就对官军呢 这个年代问题 提供了一个线索 那我们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啊 军瑶 我们把它分成民军和官军 民军始于金代 这大量的文物 可以佐证 我们曾经说过 叫乳亭军代 乳瑶停烧以后 军瑶开始代替它 所以我们看到最好的 金代的单色的这个 军瑶跟乳瑶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最初的这个军瑶啊 是没有红色颜色的 也没有这种色斑块 没有盘子多 碗多啊 都是普通的用具 官军呢 就始于明初啊 这个官军是这样 有个记载啊 大明会典就有记载 就是红武的时候啊 红武的时候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凡烧造 这个器皿啊 就供应皇宫使用的呢 需要定夺式呀 就是你这个样子 必须得给我定下来 然后呢 这个计算人工物料 就是得花多少钱 如果数量多呢 还要让这个匠人呢 就是去复京啊 去汇报去 那么 他上面有一句 很重要的话啊 说智瑶新宫 祸数少 行以饶处 等府烧造 你看啊 饶是哪儿啊 是景德镇 饶州府 处是哪儿呢 是龙泉 处州府 等是哪儿呢 是有可能就是君州 等 他不是说就这俩地儿 那我们从现有的文物证据上看 明初 从永乐开始 因为这个记载是红武篇晚期的嘛 从永乐开始呢 同样式样 同样文式的啊 这个瓷器 景德镇 跟龙泉非常接近 其中一部分 跟君尧非常接近 当时呢 皇上是这么要求 就是说你能烧造的地方 全过啊 把这瓷器全过弄来 您龙泉 把你龙泉拿来 您这个君尧 把君尧拿来 你这个景德镇 把你景德镇 都给我拿来 都烧好东西 往那儿一摆 发现一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摆着好看 可用着不一定好用 比如龙泉和君尧 特别不好使 你看那君尧那盘子啊 或者那个君尧那碗都厚 龙泉那大盘子都厚重 就一色绿的 青绿色 这个君尧呢 就是蓝色或者红色 它不适合当餐具 所以你看这个景德镇 这摇就好白色的 你今天说这龙泉 能不能当餐具 能 您吃一顿没问题 可这皇宫里 全这大青瓷受不了 所以呢 后来啊 这个畜州啊 就是龙泉 这个宇州啊 就是这个君尧啊 这个都都都都都退出 都退出 这个君尧啊 我忽然想起一事儿了 这君尧啊 在明以前叫君尧 明以后 为什么改成宇州了呢 是因为到了万历年间 这个君尧的君字 必会 必皇上 诸义君的会 皇上这字冲突了 所以要这个字就改了 所以这个君州 就改成了宇州 他那书改名 你知道中国很多时候 这个避讳是很严格的 那么晚明啊 一直到清代开始 关注君尧呢 他是跟这个审美 有直接关系的 君尧在宋代的时候 肯定没什么地位 尤其南宋啊 南宋呢 人都是高宗 一些人都雅 你看看南宋官尧 都特雅致 您这打红的啊 打色块的 他不喜欢 这种单块 色块 他本身就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这个清代啊 咱们都知道 是满族人入主中原 是吧 他尽管学习汉文化 但是他跟汉文化之间 总是有一些距离感 你注意看 凡是这种色彩绚丽 大斑块流行的时候 都是什么呢 都差不多不是汉人 不是汉族统治的时候 你比如唐代 唐代的鲁山摇 那是 现在简称叫唐军 就是唐代的军摇 大色块 这就是唐代流行 唐代的唐三彩 大色块 唐代流行 但是一到宋 这三彩的东西就迅速的下滑 尽管辽三彩 宋三彩 金三彩都要 但是他三彩的意象没了 他就拼命的往巨像走 那么那以后呢 就是对这色块 不怎么感兴趣 偶尔出现色块是什么呢 是元代 你看蒙古 蒙古人一统治 那个大色块又出来了 比如有右里红的大色块 虽然不多 但是它流行起来了 那么到了清代以后呢 清初对中国传统的 优秀的瓷器都复梢 这一复梢呢 就开始复梢这军摇 谁复梢呢 景德镇复梢 所以军摇呢 到了清代的时候 变成了清代复梢的 现在叫复刻的一个模本 那么自然它就流行起来了 你比如北京啊 北京过去啊 那家 不能说那家 北京到现在 还有一家餐馆 叫那家小馆 这餐馆啊 离我们这很近 我老去吃 很大一餐厅 很谦虚 过去北京 那家是谁呢 那童 这个那童呢 跟这个徐世昌呢 他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重臣啊 徐世昌当过民国大总统啊 他将清廷珍藏的 二十多件成套的 这个军摇花器啊 就是花盆带盆联的啊 抵押给了谁了呢 抵押给了汇丰银行 那家花园 今天已经不在了啊 没事吃饱了 撑着全给他拆了 拆了盖了一个饭店 叫和平饭店啊 你今儿去那地儿 就是原来拿家胡同啊 你说他没事吧 这花园拆了啊 这花园有多大呢 史书上记载 是他们家人 能在自个家院子里 放风筝 你想这院子有多大 最后拆了 现在全盖成那种 俗不可耐的大罗罗 在北京市的市中心 那么 这个 这个 这个拿家花园的主人 拿同啊 和徐世昌 就把这个 这二十多件套的 这东西抵押给了 汇丰银行 抵押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抵押到宣同 那时候就没办法了 就是抵押完了 你知道人到 不到万不得已 都不去抵押 抵押以后 往往都赎不回来 所以呢 到日子就是 没能力忘回赎了 怎么办呢 汇丰银行呢 就有一买办 什么叫买办呢 买办这词啊 是过去特流行的词 按今天的说法啊 有一种网络叫什么代购 就跟这个差不多 这买办呢 就通过啊 自个的关系 把这批东西呢 就直接从 汇丰银行 就卖给了 美国大都会博管 今天啊 你们再想看这批东西 奔美国 奔纽约 奔大都会博管 就准能看见这批东西 这东西到美国以后呢 一下就引起了美国 对这个君子的极大热情 为什么美国人 对他那么热情呢 就因为这君子啊 热闹 俗 一俗 美国人就明白了 美国人对哑的事啊 他得有个反应阶段 对俗的事都不用反应啊 直接就反应了 英国的《每日邮报》 报道这么一件事 英国啊 有一户家庭呢 他呢 有这么一件中国瓷器 这件瓷器呢 他就一直放在抽屉上呢 用来给客人啊 临时放硬币等零钱 放个什么车钥匙之类的 他就不知道这件瓷器 有多长的历史 这户人家呢 他这个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他们全家的财产 不顶他放零钱的 这么一个瓷器 这瓷器叫什么呢 现在被人为的定成了 一个名字叫水仙盆 那么这件被他们忽略的水仙盆 估价多少钱呢 拿去拍卖吧 估价 这个拍卖行还不是什么大拍卖行啊 估价就偏低 估了多少钱呢 估了十万到二十万英镑 那么这件东西呢 就于今年的五月二十一日 在英国的啊 多彻斯特拍卖 这小地儿拍卖 那么拍了多少钱呢 你们都看到了 其实这个价钱啊 远远没到位 为什么没到位呢 是因为现在啊 整个的古董市场不景气 如果这是前五年的话 我认为在这个价格上 至少翻两个跟头 那么这水仙盆的前任主人是谁呢 他是啊 当时啊 二世纪初啊 有一个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叫乔治 他的藏品 他什么时候去世呢 他去世的时候 咱这国家正打仗呢 是1939年 在抗日战争期间啊 你想人都是收藏家了 都去世了 咱这还打仗呢 那么这水仙盆呢 就被另一个啊 叫中国艺术品收藏家 其实也不是中国艺术品收藏家 就是什么都买 当时他未必知道这是什么 就把这东西留下了 最后呢 也没有把它太当事 就传给了现任主人 现任主人在他们家一搁 就搁了这么多年啊 就放杂物 你说这水仙盆厚啊 他也不怕磕碰 比较完整的保留到了今天 那么早在27年前 27年前就大概1991年啊 这主人呢 曾经找这拍卖行 说你给我姑姑这东西值多少钱 拍卖行呢 一估说你这值不了 撒瓜俩早前 算了就估得很低 这主人也就有点小钱 也就没注意这事 为什么在27年前 这东西估值低呢 是因为27年前 中国还没有拍卖行呢 中国成立拍卖行 是25年前的事 25年前啊 大概是1993年啊 中国开始陆续成立各个拍卖公司 那么在90年代买东西都特便宜 到拍卖行啊 你那手得看住了 你要一伸手 就落在你手上 为什么你伸手招呼人 哎呦你怎么来了 这落锤了 就是你的 他不像现在 和你这手伸多半天 那都不理你 那么中国艺术品市场东西价值低呢 那国际市场就低 外国人买东西都特理智 中国人买东西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理智 什么时候理智呢 就是回家了理智 回家后悔 那就是理智的表现 在这个现场 我看过很多人 就跟玩命似的局 好像这东西不要钱 所以在国际市场 中国人把中国艺术品炒高以后呢 这些年就引起人注意了 那么这二十多年过去啊 到现在 这主人呢 就参加一活动啊 这什么活动呢 就是当地啊 有时候这个英国呀 他有文化传统啊 他的各种郡啊 这一郡就是咱 跟咱县城差不多 搞点这个古董的这种 群众搜集活动 结果这现任主人好奇啊 这岁数也大了 就顺手把这个 真的搞不清楚的这件 中国瓷器装一纸箱子里 就拎过去让他们看 这一看 好 有明白人来了 这明白人为什么明白呢 就是今天 明白中国的瓷器的人太多 一说五大名谣 五官歌军令 都头头是道 我当年喜欢 瓷器的时候 说五官歌军令 没个人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吗 你想这历史过去多快 结果明白人一来呢 告诉他 说你这东西啊 可值钱 值钱了以后 这别的不说 您这水仙盆 卖了以后 给你家孩子买房没问题 这个有点意思 这盆啊 在英国真能买房 在中国都不一定行 英国房子便宜 比中国房子便宜 这老牌资本主义的房子便宜 是我也没想到的事 我去英国打听房价 就在这个西斯罗机场 到伦敦市中心的中间地的 大概开车40分钟左右的路程 到城里 到机场也差不多 那房子连排的 独立的 上下三层 一百多米的小房子 才卖十万磅 和人币一百多万 在中国 反正在有的城市 在北京是门都没有 所以在英国 你要在乡下 就他说的那多扯斯特那地方 我都没去过 他卖完这盆 我估计能卖大耗斯 大耗斯 抽的个儿 那么这东西实际上 我告诉你们啊 这英国人他不明白 这东西根本就不是水仙盆 它的准确名字叫盆莲 我们通俗的说法叫盆托 就是一花盆底下的这一托 他还真就不是水仙盆 为什么不是水仙盆 你养水仙的人你就知道 那水仙的大哥的这么老的哥 底下还长好多那个根子 他把那水仙盆顶起来 你这么浅 怎么养水仙 这不好看 水仙盆一定得有一定的深度 这东西是什么呢 是这个花盆下面那接水的准确 专业术语就叫盆莲 盆莲一大一区 这莲字很少用 他干嘛用的呢 是这样啊 过去古人养花 尤其有钱人 包括皇宫 这养花啊 跟看花是俩事 我们今天养花 看花是一事 你们家两盆花天天搁在那看啊 人家不是 人家养花在一地儿 看花的时候 得把这花端到屋子里 套上漂亮的啊 观赏盆 这俊瑶花盆是观赏盆 它可不是养的 养花的那花盆啊 这玩意养不活 为什么养不活呢 这瓷器的花盆不透气 这养花特容易烂根 所以养花的花盆 一定是瓦的 桃盆 木头的也行 你看那个过去那个 那公园的大盆花 全是那个大木盆 大木桶 孤起来的 那都行 唯独不能瓷器 那么这种小花盆 把花养的正好啊 半开不开的时候 含苞欲放的时候 这下人呢 仆人呢 就把这东西端到屋里 咣当 搁这套盆里 因为这瓦盆不好看呢 所以你啊 注意看那古画上 那东西都是套盆 皇宫里讲究啊 全是套盆 所以这东西就是一花盆 没了 剩下底下那接水的 那个托 你说这个 这一盆帘 盆托 怎么这么贵啊 这贵得离谱啊 我告诉你 这还不离谱呢 最离谱的是 什么时候呢 是清末 民国初年 那时候流行这样一句话 叫 纵有家财万贯 不如君慈一片 我讲百家讲坛的时候 讲过 我收藏的第一件 瓷器加木器 就是一君慈挂屏 整套的四件 今天还在博物馆里展出 那是我当年买的 第一件重要的文物 当年花了 一千六百块 那时候一千六百块 溜溜是一彩电的钱 是一个人 大约五年的工资 我就跟着了魔似的 买这么一枚用的东西 天下我告诉你一道理 最没用的东西 最有用 最有用的东西 最没用 就记住这话 凡事用这个道理去探断它 我买那君慈挂屏 你们今儿看见没有 今儿这俩改了 是吧 原来挂一对联 这个写的什么 一摘走我就忘了 你看今儿挂俩君慈挂屏 这俩君慈挂屏是我们复制的 还不是我原来那个 但这里头的君慈 那个残片都是老的 都是金元时期的 各个挂红 那么我们就说这君谣啊 今天要谈君谣啊 这君谣呢 他其实这两年给分出来了 叫官君和民君啊 其实这官君过去没这概念 就是君谣啊 我们说的宋代八大摇系 北方四个南方四个 这北方摇系里就有君谣 今天呢 收藏的人呢 就分的清楚说 这是官君 这是民君 那么拍的这盆帘 就是官君 宫廷用的就叫官君 他君谣啊 你看这颜色啊 这盆帘是蓝的吧 有那红的 紫红色的 过去书说 入谣一色 出谣万彩 你看他就是红色的 我告诉你啊 这君谣也属于青磁系 你甭管他颜色怎么变化 天青天蓝 月白紫红 什么颜色加起来 全部都属于青磁 青磁系列不仅仅是月谣 你们知道的这个龙犬 知道的耀州 这你看的这君谣 跟青磁好像没多的关系 是青磁系 那么你说呢 我怎么区分这官君和民君呢 我告诉你啊 怎么区分 最简单的方法 是你来问我 你说你问不着我 不是说你不想问我 是你找不着我 那很简单 你看我那书啊 你说那书还得买 挺花钱的 那我告诉你很简单 你上我们那官复APP APP 就是你直接上网上一搜 您就下载APP 上面就告诉你了 那么这个 这个怎么区分呢 我们简单的说 右色 造型等等等等 他有一些知识 君谣啊 君谣是也有遗团 我们一讲中国这个古代的民谣的时候 都有各个遗团 为什么有遗团呢 因为历史与我们久远 我不老说呢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那没有真相就是存在疑问 疑问一多打成团了 就叫遗团 那今天这军谣里有什么遗团呢 主要是官军谣 他现在烧造的地点已经不存争议了 为什么不存争议呢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在今天的雨县城北门的军台 八卦洞附近呢 找到了当年的烧造遗址 大批的出土的残剑 因为烧遥的时候 大量的出残剑 比如烧歪了烧裂了的 烧的没挂上柚 就直接撤了 当地就埋了 所以找到这遗址了 找到遗址 大家说这不皆大欢喜吗 它没那么简单 是因为我现在知道哪烧的 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烧的 那你不是说宋代五大名谣吗 你不是在这个百家长谈里 是这么讲的吗 对 对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